早安 空氣和水是我們人類必須的兩個元素 不可以缺乏的 所以有兩位肯定給我們看 我們每一天可以拿到乾淨的空氣和乾淨的水 水 空氣和水是否要專家的確要 一定要 我們請到瓦佳淨水最高級認可水質的專家 還有室內空氣環保師 Michael Chiu 大家都很認識 還有Joseph Joseph也是瓦佳淨水的副總裁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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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Michael和Joseph會做一些測試 可能令大家有些… 很驚訝 很驚訝 但我們首先由淺入深,慢慢 其實Michael跟我們解釋一下 甚麼是硬水 我們經常說到水有這麼多種 甚麼是硬水 你聽了很多次 其實硬水最主要是… 我們大部份都是香港來的 或是亞洲來的 通常來說我們叫做水溫水 例如水塘水那些通常都是軟水 但安省這裏因為地理的特殊環境 很多時候地下層有辣椒 或者經過很多石灰層 令到氫化鈣溶在水裡面 變成水就叫做硬水 硬水是甚麼不好處呢 其實石灰溶在裡面 譬如煲水,很多時候看到白色快一點 白色快一點 那些就是硬水 其實很多問題 很多人不清楚 以為這些是礦物質 正常的,喝了就沒事了 對,其實這些我們叫毛基礦物質 毛基鈣 很多時候會聚積在身體裡面 令到…不可以證實 但大部份原因應該就是… 譬如腎石 很多關節有問題的問題 因為這些毛基礦物質 會聚積在身體裡 我明白了,所以為何要… 稍後再跟你們研究一下 我們在前面看到你們考了很多的水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是關乎為何要驗證水的 Joseph,我知道最近你考了很多水 跟我們說一下一些關於… 剛才他就說了硬水 硬水 那甚麼是純水呢 純水就是… 現在我們有些中央系統 就把硬水變成軟水 但純水主要來說是給食用和飲用的 因為就算你將它變成軟水之後 其實可能水裏面 就還有很多不同的化合物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 旁邊左右很少可以有農場的了 農場如果有的這些生化的污染 其實政府就很容易去處理到的 就是有細菌病毒這些 加少許鹿氣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是藥廠啊 工業廢料啊 或者我們人類等等 就是排污可能是 繁簡不環保的原因 落了水源裏面那些的化合物呢 你是有可能喝回肚子 因為那些要過濾出來就很難 或者對政府來說成本貴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一部純水機的話 就可以過濾那些東西 不會喝到化合物的話 自然就會健康很多了 還有我知道… 我們就這樣說就知道水裡面 我們經常知道… 剛才你也說驗證… 我們怎樣知道水特別純一點呢 沒有了那種東西 是不是有個示範告訴我們呢 是,沒錯 我們之前放了一些水喉水 現在倒掉了 其實這個好像醫生… 這是普通水喉水 對,水喉水 其實好像醫生的探月針一樣 看你有沒有病 看水有沒有問題 對… 即是幫水探物業 那這一瓶呢 這一瓶是經過濾滲透出來的 過濾了的,我們稱為純水 OK 或者英文就是Reverse Osmosis,RO的水 所以大家要記住 同一個水源出來 可能你的水喉拿出來 現在兩瓶是一個未過濾 未有純水機,一個就過濾 你拿著這瓶像探月針 這瓶真的像很大瓶 是呀 這瓶我們有些人就簡單稱為試水筆 其實就是利用這個水 有沒有導電功能 去檢查水有多純正 我們首先看看RO水 經過了液滲透的過濾之後 現在看得很精彩 我們看到現在是… 7分 6.8度 6.6 看到有點手震 溫度 溫度 OK 這裡就是6點多的PPM 即是說一百萬份水分子裡 有6點多個不是水 不是純水 純水即是很低 很低 低與高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 水喉水 我喜歡這個 這個就是純水 剛才你介紹過的純水 果然是客觀 我們再去看看 我們看看水喉水 我們要給一個關注 要找導演 一百多個 對,沒有個點數 我們看到是一百六十多的 26點多到一百六十多 對,一百六十九 即是一百多份 其實其實現在我們喝水喉水 是一百六十多的 這個就是硬水 對,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水喉水浸出來的 我有個疑問 問一下 很多人以為煲了水 是否就可以了 是的 基本上是煲的水 基本上 所以我們政府那時候 叫我們不用煲水 有時候煲了水沒有作用 唉呀,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 煲中藥的五碗水 煲一碗水 是的 因為水會蒸發 但很多時候化合物是不會蒸發的 所以你越煲的話 化合物越積聚 但水就蒸發了 所以你喝的高濃度的化合物 就會更純了 化合物方面就不是水 所以千萬不要在家裡煲完就算了 我又想和觀眾大家 很多時候我們無論在日常裡面 會看到很多證書 或者是那些認可的東西 為何到底跟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些是空氣 有些是水質 我們都不太認識 跟我們說 在一瓶水裡 你要知道怎樣好的時候 跟我們解釋一下 每張書包含的東西 是甚麼知識的背後 為何要考這麼多 其實為何我們入行的時候 我們初初入行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考過牌 那是我帶起的 為何呢 我覺得… 幾年前 是十二年前 不想逼他說 為何看起來都是這麼久 我喝了水 那是十二歲開始 為何呢 因為我喝了漂亮的水 給我吸引身體的空氣 因為我覺得要引進一件事 要用很多心機 很多時候可能有人說 有錢可賺 我覺得這是其次的 因為當初你說過 沒有人在這行裡去考牌 跟他說一下牌 其實我覺得喝了身體的水 和吸引身體的空氣 要經過療程之後 你要負責任 對於客人 如果不了解你的產品 或不了解水的療程 或者處理的 怎樣處理法 是為之最好的 或者空氣機 怎樣選擇空氣機是好的 對於客人 好像說你相信我 不可能這樣說 所以來說 其實其實我已經考了 在美國水冷空公會 考了六級 即是最高級的 就考了 例如怎樣去殺菌 怎樣把硬水處理 維軟水 這很簡單 工業方面怎樣處理 廢水怎樣處理法 最困難的一個 certificate是哪個 你覺得最困難的 其實第一個 第一個certificate 考的時候 因為整體考完 你全部的基本知識 起碼知道水的問題在哪裏 怎樣處理 哪裏不同地區的水 稟窄的水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不同地區 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 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 不同地區 或者每一間屋的水 都有不同 聽到也覺得很厲害 例如Jose 可以跟你說說 在一個家裏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貪 便宜一點 又有差不多功效 其實怎樣知道自己適合家庭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好像 駕駛的車梯應該是最貴的 但那些人又不會放最多的錢 其實軟水機 我可不可以直接說 其實如果對自己的身體成家 應該買到最貴的 對嗎 未必的 未必的 是 那又聽一下 那又要聽聽 因為其實不同成本的分配問題 有些公司可能成本分配在類材 或者在設計 或者純粹在銷售過程 你看看你買一個很貴的東西 它擺放了成本 例如傳統上可能有些人 旁邊所有鄰舍都有些敲過門中 是一些複雜的 那這個就已經會有個分別在 我們公司是直接從廠方 拿一個代理權回來的話 變成我們中間就是 成本就會落去那個科研 或者本身物料那裏 或者剛才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 車是一個很成熟的科技 但如果有一天有民用飛機賣出來 那你會跟一個 不知道鬥便宜的賣的飛機 還是你會 吃到肚子 我們現在這些全部都是 衛生、家庭的家人健康問題 還是跟一個比較熟悉的 有專業牌照的人買 我想這是一個分別 完全明白 我們剛才開始跟家庭觀眾說了 答應大家一定要做 我看到在Michael前面 有一個圓圓的 這是一個機器 這是什麼機器 這個其實是一個微型的 大約是八多呎的地方 叫Hepa Filter 就是把八多呎的地方的空氣 Purify 即是清新機 是的…清新機 淨發 基本上就是把我們叫做 Airborne Polycle 什麼叫做Airborne Polycle 就是在陽光下 你看到微粒 平時看不到的 那些會直接進入你的身體器官 例如肺 或者是你的血管 小孩子可能有很多Azma Exactly 有孝選的 尋滿都有 對…處理人的身體 的機器不是很好 因為你的鼻子有毛 而且這裡有些絨毛 其實可以調整一些東西 你切一切出來 好像我這樣說話 說很多人 然後有一個鼻毛也不切 有些東西太小 基本上鼻毛也不切 然後你前面有一個 又好像今天另外… 你手握這個 這是什麼 應該是 是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 這個其實是C空氣的污染指數 就是Airborne Polycle 就是浮油粒子 OK 你看到你的廠 你再安裝一個 安裝一個Purify 這是什麼? 我看到百多萬 什麼?我看到很多粒 其實在一個立方尺裡面 有多少 浮油粒子有多少粒 百多萬粒 現在是150萬粒 如果聞到… 好,然後你的感覺… 即是你一分鐘內裡 那百多萬粒 我立刻想不休息 經過空氣機後… 它在空氣旁邊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 我們等一下… 高不高濕度 等一下… 我們讀比 看到… 可以了 現在開始… 在出口看不可以 四千多 跌了這麼高 現在其實這部機器 可以到99.98…97 現在… 一直在跌 其實只有一百三十萬粒 現在只剩二千一粒 所以這個… 跌到一千三 即是空氣經過濾後 回復出來的時候 對 難怪你說真是一個學問 我們不斷看一看 都知道原來我們平時 是很不了解一些東西 還以為要不需要弄這些東西 出去運動就行了 運動更多 剛剛隔離正在建的工廠 吸收了 好了,再次感謝 咳咳靜水的Michael和Joseph 跟我們說一下 既然很多人聽了之後 今個… 有沒有一些… 我譬如買哪個機器 有甚麼適合的時間 有些… 因為你上來 你也要給我一些… incentive 又是我們 今天WOW TV 就是剛剛… 我們大家適逢其遇 明天我們做Promotion 是 Joseph,可以說一下 明天我們就…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 越來越跟很多廠方合作 所以我們是一個清貨的大減價 即是騰空的倉座 可以多些新貨 所以明天我們有很多 差不多成本價的優惠 但為了fair 誰可以買到甚麼 我們每個小時都會推出 Michael特意選了一些不同的package 適合一些 可能多些人的家庭 少些人的家庭 每個小時推出 大家可以來瓦家鎮水 1號Raymond Field Drive 我們的總店看看 對… Carwin的警署對面 對… 很清楚 好,謝謝 國語的朋友 我們一樣會邀請Michael和Joseph 跟我們解釋給我們的國語觀眾 好嗎 謝謝… 謝謝… 台湖 感谢观看